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发游客闯入禁区事件 有位游客强行下车冲向虎群 坐在11只白虎面前 用语言和动作挑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稍后咱们详细说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国家卫健委昨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本次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17号以来国内出现多点散发本土疫情 一周之内已波及11个省份 截至10月23号的24时报告的133例感染者中 106例与旅行团传播链有关 涉及到13个旅行团或自驾游感染者大多跨地区旅游活动 疫情进一步扩散风险仍在加大 此外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建议 在完成免疫程序六个月后开展海关边检航空隔离点防疫 定点医疗机构和你赴海外工作学习焦零抖肛风险人群的加强免疫接种 同时也建议免疫功能缺陷或低下人员60岁以上的人群也可以进行加强免疫接种 另外自内蒙古自治区俄基纳其旅游返京后居中打麻将的五人确诊的两例确诊病例 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对两人刑事立案侦查 先在秋冬交替 眼下我们还需要关注流感 在昨天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靖表示 3月以来我国南北方省份流感活动高于2020年的同期水平 那眼下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 老人和孩子等群体接种流感疫苗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我们先来看 今年的3月份以来 全国的流感活跃度高于去年同期的一个水平 尤其是9月份以来 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流感活跃的水平 呈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 所以专家这个研判呢 估计可能今年近东明春会出现流感的流行 如果再发现这个 再出现这个新冠的话可能会出现叠加的一个风险 新冠疫苗的这个作用呢 在预防新冠的过程中呢 已经得到这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流感呢 其实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最重要的手段 那么尤其是呢 对这个 婴幼儿和这个老年人 那么接种之后呢 可以降低 病化症的一个风险 同时呢 接种流感疫苗呢 也不能代替这个新冠疫苗 中国流感疫苗防控技术指南当中呢 已经确定了 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个优先人群 也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老人和孩子 那么他们呢 都是这个流感防控的重点人群 那么在这个新冠疫苗接种技术指南当中呢 我们目前的建议呢 流感疫苗与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 应该在14天以上 好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 10月24号的15点52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材料实验室 发生爆燃引发火情 当地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进行处置扑灭明火 学校及时将11名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全部结束 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国防妻子之一 师生们都是国之栋梁 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令人痛心 科研工作中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也有很多地方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说燃气 在使用过程中 如果操作不慎 会造成燃气泄漏 从而引发严重的后果 那在日常的生活中使用燃气时 我们大家都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一起来看 燃气的胶管都有使用寿命 特别是普通胶管 用18个月要进行检查 在使用瓶装液化器时 胶管的长度不要超过2米 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 凡是与使用燃气有关的空间 一定要与卧室休息间有所隔离 且必须要具备通风条件 闻到燃气的臭味 一定要先打开窗户 检查燃气灶 燃气阀门是否关闭 在专业人员赶到前 千万不要在室内逗留 不要开灯和关灯 更不能使用明火 燃气灶上不要贴塑料膜 燃气灶周围 不要放置油瓶酒瓶调料瓶等厨房常用物 更不要摆放纸和竹篮等物品 避免其靠近高温起火 烧水做饭 使用燃气灶时 人不要离开 更不要遗忘正在进行的烹煮 防止熄灭火焰 导致煤气泄漏 要时常使用燃气开关阀门 能保持阀门开关的灵活好用 避免生锈老化 燃气设施要定期养护 燃气灶表面的油垢 液化气钢瓶的瓶身 阀门 胶管都要及时清洗 防止遇到明火 油垢加注火势 也有助于延长使用寿命 本台报道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 24小时的焦点新闻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4号9点27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将10月21号卫星发射升空 10月21号卫星 主要用于空间碎片减缓技术试验验证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93次飞行 在10月23号进行的短道速滑世界杯 北京战男子500米决赛上 奥运冠军中国学手武大静 因出发时强跑犯规被取消比赛资格 赛后武大静表示 往后在各类比赛中将会继续努力 多学习研究相关规则 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日前四川省住建厅 在新修订的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中 把电动车进入电梯 写进了四川地方立法 根据条例规定 用电梯轿箱运载电动自行车的 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其改正 对单位除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除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0月24号13点11分 在台湾宜兰县发生6.3级地震 震源深度6000米 震中位于岛上距离台北市区61公里 地震造成台湾全岛震感强烈 福建厦门 福州 泉州 莆田等地震感明显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报告 13点12分在宜兰大同又发生5.4级余震 持续40秒 包括台北在内各地震感强烈 日前广西柳州一名13岁男孩 因病被确诊为脑死亡 家属决定捐献孩子的全身器官 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经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匹配 男孩捐献的器官分别送往北京 上海 郑州和南宁 使一名心衰竭 一名肝衰竭和两名肾衰竭患者获得重生 两名患者重获光明 日前罗马尼亚看守政府决定 该国将于25号重新实施在室外公共场所 强制戴口罩的规定 以缓解当前新冠疫情给医疗体系带来的压力 当地时间23号 哥伦比亚国防部宣布 当天在安迪奥基亚省的联合行动中 捕获该国头号通缉毒销乌苏加 乌苏加被认为是哥伦比亚已被遣散的准军事组织最后的一档 一艘载油采矿化学品的货轮 于当地时间23号 在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附近海域突发大火 目前16名船员已被安全疏散 还有5名船员仍留在船上奋离灭火 据了解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正在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合作 追踪40个落水的集装箱 由于供应问题加上产品种类减少 英国多家超市供货不足 超市货架上除了零散的各种物资之外 还有印上水果蔬菜等食品照片的纸板也被放在货架上 以掩盖略显亏空的货架 最近甘肃连续通报新增确诊病例 兰州大学等四所高校向医学相关专业学生发出倡议 号召青年学子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志愿者招募通知发布不到5个小时 各个微信群就已经达到了500人以上了 私信里还在不停地传来同学们的出战请求 最后四所高校共计有一万多名学生志愿者报名请站 昨天还都是00后的孩子 一夜之间已经成为了抗疫战士 以青春之名助抗疫之防线加油 再来看 勇于扛起责任并愿意为一句承诺奉献一生的还有这位老人 10月18号的晚间 全国城市首席模范杜长盛因病去世 享年83岁 2010年杜长生的大儿子大儿媳先后遭遇意外申故 身后留下了330多万的债务 老人卖房卖场甚至将事故赔偿金和拆迁补偿款都用来还债 最近5年时间替儿子儿媳还清的债务被大家誉为是信义老爹 杜长盛去去世后 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只为送老人最后一程 一言为重百金轻 信义老爹精神永在 往后看 让我们为之心佩和感动 还有他们 10月21号四川的甘孜受降血影响 国道318线折多山段部分道路结冰严重 康定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全员上岗 连续在折多山排毒5个小时以上 带的水已经喝完了 于是民警用干粮加血来冲击解渴 这一幕让人恍然联想起 吃血炒面 吃冰土豆的支援军战士 责任与担当 新火相传 祖国的建设者 保卫者 你们辛苦了 往后看 时刻有人疼爱 是从怎样的体验呢 怕妻子冬天用凉水洗菜手冷 他发明了洗菜机 为了妻子拖地方便 他发明了拖地机 这些实力宠妻的发明创造 都出自76岁的民间发明家 新事务之手 老人的发明含金量还非常高 这些年 他完成了31项发明 获得5项国家专利 网友纷纷表示 靠科技宠妻 这碗口粮我先干为敬 爱情其实不是轰轰烈烈 就在过日时中的细水长流 生活中有很多的意想不到 10月23号那天 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自驾游览区白虎展区 一名游客的行为 就把大家给吓到了 当时这名游客在游览时 突然从自驾车辆上 违规下车 从隔离沟底爬向展区内侧 与在展区内 11只白虎发生对峙 期间还不断用语言和动作 挑衅白虎 当时负责自驾游览区 白虎展区安全巡视的工作人员 在展区外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一名游客 从自驾车辆上突然违规下车 该游客对工作人员的劝阻 没有任何理睬 反而加快脚步 跑过防护坡后 跳入展区隔离沟 工作人员见状 一边喊话 要求闯入者不要乱动 一边向动物投喂食物 以分散其注意力 并迅速将突发情况 向上级汇报 在施救过程中 该闯入者始终 未听从工作人员的施救口令 从隔离沟底 爬向展区内侧 与在展区内的11只白虎发生对峙 不断用语言动作挑衅动物 因为展区内 有多重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其中一道隐蔽式装置 起到了关键的防护作用 使闯入者与动物之间 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接触 北京野生动物园 在突发情况发生后 迅速启动安全应急预案 先后采取食物引诱 投掷鞭炮等方式 将动物从展区内驱离 随后工作人员进入展区 在西班牙奔牛是一项传统的活动 刺激的同时也充满危险 最近在西班牙塔法利亚市 在庆祝十月节期间 举办奔牛节活动 在狭窄的街道上 几头强壮的公牛快速奔跑 瞬间冲散前方的人群 导致三人受伤 尽管如此呢 主办方依然计划 近期再次举办奔牛活动 近年来奔牛活动争议不断 反对者认为这项活动残忍而危险 应禁止举办 支持方则把奔牛活动 视为西班牙的传统文化 是勇敢者的游戏 我们都知道 著名的西班牙潘普洛纳奔牛节 每年会吸引上百万游客 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对这项危险的运动 到底是该禁止还是举办 这道选择题现在很难给出答案 说完疯狂的动物 再来看看不理智的人 最近在南宁 一名醉酒的男子 接着酒劲大闹南宁火车站 还在治安港亭与民警出言挑衅 说来打我吧 我们来看看 这闹的生态一出 当天中午12点20分左右 一名醉酒男子来到南宁火车站安检 去治安港要求办理身份证 直请民警告知他火车站 只能办理当日有效临时身份证明后 男子情绪激动 在治安港亭不愿离去 并多次挑衅民警 男子在火车站安检区大闹了20分钟 严重影响了火车站秩序 经民警多次劝说无效后 被前来支援的民警依法传唤代理 在被代理过程中 男子拒不配合民警执法 并踢了民警一脚 随后民警将王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酒醒后 王某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懊悔 称自己早上后车前喝了一瓶白酒 之后酒件发作发生了闹剧 南宁铁路公安处南宁站排出所 依法对他处以罚款200元 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这几杯酒下肚真是酒壮怂人胆 感觉整个南宁都是他的了 饮酒过量挺害人的 控制不住酒精上头的各位 还是少喝为妙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地时间的10月24号 据俄新社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 一架轻型飞机在莫斯科的郊区坠毁 造成两人死亡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 24号北京马拉松赛组织委员会 发布了赛事延期公告 由于最近北京市近期发生了多例境外关联 本地确诊病例 为了防范疫情传播扩散的风险 原定于10月31号举办的2021北京马拉松 原定于10月29号到30号举办的北京马拉松博览会 即原定于10月30号举办的北京马拉松亲子跑活动 均延期举办 具体时间会另行通知 因为赛事延期无法继续参赛的选手 可以在10月25号12点到10月30号12点期间 登陆北京马拉松官网个人中心 或者是马拉马拉APP进行退费申请 报名费将会在7到10个工作日内 按照相关流程原路的全额返还 再来关注2021到2022短道速华世界杯北京站的比赛 中国短道速华队是以二斤一同的成绩收官 包括范可馨 张雨婷 武达靖和任子薇 在2000米混合接力中夺金 范可馨 张雨婷 曲春雨 郭亦涵 在女子3000米接力当中夺金 安凯夺得1500米铜牌 我们要恭喜中国队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配套设施的进展 北京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是分为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对应设立了三个冬奥村 目前三个冬奥村的公寓样板间 已经全部设置完成了 一起来看一看 北京冬奥村 冬残奥村居住区分东西两区 有20栋公寓楼 冬奥会赛时 东西两区各启用9栋 共18栋公寓楼 可提供客房2234间 最大床位2338张 冬残奥赛时只启用西区9栋公寓楼 可提供客房1040间 北京冬奥村内的运动员公寓 每一套户内都设置了独立的空调系统 跟新风系统 通过新风系统的进化 它可以源源不断地给室内输送 非常高质量的空气 那么通过独立的室内新风系统 我们还阻断了互与互之间 层与层之间空气的流通 也是起到了一个异形防控的作用 清新冬奥徐徐新风 住进这么细致的房间 运动员一定是非常有安全感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圈的消息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 中国移动联手国内最早一批 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企业 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依托智能终端加工业互联 加云服务的创新模式 助力企业实现 让制造变得更简单 中国移动携手智能云科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作为聚焦机械加工领域的 工业互联网头部平台 智能云科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已经能够通过开展数据采集 工业APP云平台输出 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等一系列业务板块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工业服务 那么这些机床 我们通过我们的盒子 能够把这个机床的运行的数据 状态数据加工数据 源源不断的采集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 那么包括像我们的设备云演 能够去看到整个设备的加工的 这个和这个监控的这个过程 另外一个像这个智能增效 我们能整个提高这个设备的 这个加工效率 大概效率能在5%到20%的 这样一个提升空间 智能云科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好像是一双能够深入设备 内部的火眼金睛 让企业更全面的掌控机器状态 为生产制造提供了更精细的信息 而随着中国移动5G网络的加入 更让企业的生产和运营 持续不断的优化升级 那么利用5G这样的一个网络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5G的基站 把它回传到整个MEC服务里面 这样能达到一个企业的数据未来 让它数据不处整个这个工厂 那么这样的话 能保证省些这个MEC 能够保证企业的这个数据安全 另外就为未来扩展 也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为推动5G工业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中国移动作为基础网络的提供者 还在沈阳市浑南区的国际软件园内 打造了5G联合创新实验室 作为重大基础型研发 和5G专网测试服务平台 该实验室为推动 使用5G新产品研发 新商用场景落地 数字产业发展生态构建上 将发挥重要作用 然后在这个 我们与中国移动的合作过程中 我们将这个企业信息化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和工厂的这个数字化解决方案 移植到了整个这个5G实验室中来 那么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测试 进展是比较顺利的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 把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支支沉淀能够推向商用 我们也愿意呢 跟这个中国移动一起 为整个辽宁公园互联网 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记者 傅竹希 杨诗野 李博文报道 科技日新月异不断实现人们的想象 在昨天举行的2021中国沈阳 国际机器人展览会上 来自国内外的新型智能机器人 你方唱罢我登场 比颜值 拼技艺 秀实力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机器人 和人工智能世界的视觉盛宴 这只聪明灵活的机器狗 是杭州语术科技研发的 全球首款伴随仿生机器人 它小巧灵活 爆发力强 凭借人工智能 深度相机 激光雷达等技术组成的 智能感知系统 它还能够进行人脸识别 听懂人类指示 它对地形的感知能力非常强 我们可以佩戴一个小的标签 它在我们不需要人类 去遥控它的情况下 可以自己自主伴随 在一些危险的 有毒有害气体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让机器狗 先去当我们的先锋兵 对 帮人类解决一些 各种各样的困难 摇头 卖萌 撒娇 打滚 一系列操作转足了眼球 更唤起了在场小朋友的好奇心 这边的机器狗在秀才艺 那边的机器人则跳起了舞 来自上海的达踏科技 展示了由云端大脑 神经网络 机器人控制器和机器人本体组成的云端机器人机构 未来它将落户沈阳 作为展会的东道主 大批沈阳科技企业充分利用机器人大会这一难得的平台 展示新技术寻求新商机 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所多款重磅水下机器人首次向公众展示 沈阳新松自主研发的众多服务机器人也在展会亮相 说到这些科技装备啊 麦蒙只是副业 各种极难险重的场合才是他们最佳的展现舞台 最近的加拿大一家公司宣布他们完成了全球首例 用无人机运送移植费的尝试 这场生命接力发生在今年九月底的多伦多 一架无人机呢 飞行了1.2公里 用时大约6分钟 将一对移植费从一家医院运送到了市中心的另一家医院的屋顶 这对费最终被成功移植到了一名63岁的患者身上 去介绍呢 这架无人机由一家专注于器官运输的生物工程公司专门打造 它携带的运输容器能够承受振动海拔和气压的突然变化 以及其他的环境压力 此前呢 设计团队已经进行了多次测试和技术改进 看来这无人机是相当靠谱啊 不然也不会用在这么惊险的时刻 未来的前景让我们更加的期待了 一列散文作品《圣地工人村》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并发行 昨天下午呢 新书发布会及作品研讨会在辽宁大厦举行 《圣地工人村》全书27万字 收入作家张瑞近年创作的48篇作品 整部书以工人村的小切口折射出东北大工业的大文章 张瑞是生长在工人村的一名作家 他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工人村的 我们到夹了100元的 Finance